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个功本五藏 但牧村拓哉饰演的应该是最帅的一位 一生征战四方 决斗多达六十余场 未尝一败 不断击倒强敌的同时 领悟见到真理 故事要从五藏挑战吉刚青十郎说起 五藏没有师父 也不属于任何流派 只在小时候和父亲练过十手术 之后离开家乡 以树木山林为师 独自修行 倘若决斗身亡 绝不会心怀怨恨 由于师父不在 弟子们代替迎战 时间回溯到1600年 10月21日 日本分裂为东西两方相互交战 胜利一方将把整个日本收入囊中 这一战就是争霸天下的官员之战 敌方小次郎在战场上横着走 那时的五藏 怀着成就功名的梦想 成为一名杂兵差点遭斩杀 最后以细菌惨败收场 醒来已是深夜周围万籁无声 朋友小八身受轻伤并无大碍 两人都梦想成为秀吉亮的天下霸主 没想到却成了这副惨样 一年后 小八老妈祈祷儿子能平安归来 反之诅咒带儿子参战的五藏坠入地狱 老婆阿通独守空房 夜夜思念着夫君归来 轻木奉池田辉正之命捉拿败军 有个自称公本村五藏的家伙 打破木兰逃了出来 小八老妈一听来了精神 那小王八蛋坏得很 有一次比武明明胜负已分 却执意拿大棍子将人家打死 简直像野兽一般 自那之后成为村霸 谁都不敢惹他 私と武蔵より強い奴はおらんのじゃ 赤羽原も 赤羽原が転んで行ったんじゃの 悪蔵に騙されたんでございます 気の毒にそっちの息子は 赤羽原で死んだらしい やくなおばば 息子の敵は取ってやる 開けそう 開けそう? 武蔵跑回来 只想告诉小八老妈一件事 泽安直言 没问题先放人 再继续杀生 也没啥意义不是吗 赶紧的别墨迹 说话算话 然而和尚不讲信用 只用一招轻松制服 之后被送往小八家 吊在树上 武蔵明确告诉 八八你儿子还活着 所以才甘愿冒着 被追杀的风险报信 原来小八和一个叫阿贾的女人 自奔到别国 还带着一个叫朱石的孩子 爸妈不信这种鬼话 你小子应该被乌鸦 捉瞎双眼 悲伤中的阿通 吹了一首笛子 泽安嘲讽 你明明是二为人 却野性不改 还没像人一样活过 就走到尽头 实在可悲 自奥这世上没人比你更强 可现在这副模样 又是怎么回事呢 武蔵表示 碰到卑鄙小人了呗 所以给个机会 重新做人不过分吧 毕竟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泽安回答不行 人生没有重来这一说 静静品尝生死边界的滋味吧 阿通实在不甘心 明日受损 不想继续生活在这个村里 只要武蔵愿意带自己走 便愿意救他 第二天 驿站偷马被发现 对方人数实在太多 跳马躲过追兵 阿通随身只带了一些饭团冲击 第一次睡荒郊野地睡不着 武蔵本想分道扬镳 却遭嫌弃 根据约定 阿通要跟着一起走 但并没说去哪里 反悔可是违背武士道精神哦 与此同时追兵赶到 前有狼后有虎双双跳河 听天由命 顺便一提 现在他的人头只十块田地 武蔵皮糙肉后啥事儿没有 阿通有点冷 正在发烧 轻目要求手下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就这样两人来到单波边境 想过去可没那么简单 不巧又看到泽安正在野炊 没药没食物扛不了多久 阿通让他别管自己逃命去吧 总之特别感谢武蔵 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自由的味道 泽安早已等候多时 武蔵实在没办法跪求救姑娘一命 就算被抓回去也无所谓 大佬干净又未生 还有很多书籍随意阅读 实在无聊就抓苍蝇玩 就在此刻貌似领悟了两手皆可持物的道理 左右同步也许能将战力提升一倍 阿通休息几天好了很多 等痊愈后还想继续找另一男人 爸妈独自远行 找寻一生之底五脏和媳妇 不在期间 全书成为一家之主 随着时间推移来到四年后 池田决定放人 问他有何打算 五脏回答 四处流浪 池田非常高兴 趁年轻出去见见世面也挺好 但千万别忘记自己的家乡 因此次名公本伴随一生 泽安提议 今天是他从黑暗重生至光明的第一天 一切都焕然一心才好 柔道沙哈 森华的作者 大事 大事 那 那本心在哪里 那本心在赫瓦原时的一样 他现在是在河川远的剑的力量 在那里 首先第一步 今天是吉岡的政治楼 是宮本武蔡的名字吗 再次见 再次见 时间点回到影片开始 吉刚家作为足利兵法指导 在那个时代被称为天下第一 这小子长得帅 特别受女人欢迎 功夫厉不厉害先不说 他竟然抽大烟 而服侍他的女孩 就是小八闺女猪食 小八成了个废物 整天喝酒混日子 这几年一分没转 全靠妻子阿甲和女儿卖身养着 甚至被嘲讽骨子里就是的老农民 不愿意待在这里 随时可以滚回去种田 等妻子走后才敢抱怨几句 后悔当初没和五脏一起回老家 现在叫他老八更合适 另一边吉刚到场被玩虐 徒弟四处打听老大下落 一听五脏在踢馆大吃一惊 这不是我兄弟吗 赶紧去看看怎么回事 一看真是本尊心中思绪万千 既然吉刚来不了 也没必要纠缠等下次再说 接下来考虑挑战日关或柳生十周斋 不巧又碰到朱石和吉刚打完野战 首次交手五脏甘拜下风 从拔刀速度来看不在一个层面 两人约定下个月圆之夜决胜负 吉刚完全没把五脏当对手 老八为了证明不是废物 开始在福建城当苦力 甩锅要不是被五脏骗到官员 也不会遇到阿甲 而是娶阿通为妻 成为本位田家主 拥有人人羡慕的地位 偷懒的时候 遇到一位研究城池构造的武士 不过被当成细作斩杀 临死前给了他一个包裹 里面有个剑术免许揭传证明 署名为左左木小次郎 注解放在字幕上方 方便大家理解 天然李心流冲田总司 也曾获此殊荣 这东西对老八毫无意义 只认银亮 武藏为了战胜吉刚 前往奈良宝藏院修行 龙夫厨弟 把他吓了一大跳 一看这人就有点东西 这里枪术教学极为严格 甚至让弟子们事先立誓 训练中死亡全由自己负责 阿炎作为日官得意门生 呼召凶狠 同步手下留情 武藏刚要和他鄙视 被之前的农夫叫停 嘴里大骂阿炎是个蠢货 此次对手与以往不同 武藏满脸疑惑 为什么呀 老人解释道 你经过菜地时 清晰感受到杀气了吧 而我的心境 只是个农耕老人 就是说 武藏内心被自己的剪影所惊吓 原来此人就是 奥藏院枪法大师日官 武藏不死心 还想切磋遭婉拒 你已经见过阿炎枪法了 不是吗 如果还想知道更多 就看我的眼睛 武藏只看了一秒 瞬间瘫倒在地 还想知道更多 就去问柳生石周斋吧 老八算是只愣了起来 势必看到他喝酒 如此豪爽上前搭话 老八为了面子 谎称自己是中条柳小次郎 众人听后 下跪磕头认爹 另一边小次郎独自旅行 跟小猴玩得不亦乐乎 其他旅客看出 他背着一把绝世好刀 极刚亲十郎弟弟传七郎 也在这条船上 这次前往京都 都是为了拜访石周斋 小次郎听说 极刚家徒有虚名 一直想跟他鄙视一次 传七郎现在不知道他是谁 以为他在装大神 有本事斩个海鸟 让大家见识下 小次郎才不会做 这种无聊的事 要斩也要斩苍蝇 柳生石周斋 是个站在武术顶点的男人 许多学武之人 前来求教 或是想打败他洋名立万 现在已经隐居 为弟子们训练的是 柳生四天王 他们分别是牧村 出渊 村田 和庄田 石周斋让阿通带着菊花 给传七郎带画 暗示先从茶道学起 而传七郎只想接受武术指导 那朵花枝切口 连看都没看 直接淘汰 没办法只能下次再来 武藏也要接受同样考验 与传七郎不同 第一时间看了切口 小女孩说枝条太长 放不进花瓶里 武藏让小女孩拿着直接斩断 顺便捎一封书信给庄田 信中问到底是何人砍断菊花 庄田直言我们家主公大人 话说你为什么要观察那么柔软的这条切口 就能领会其中奥妙呢 四天王也无法分辨哪边是大人切的 很愿意接纳他在这里修行 但还是见不到石周斋本人 武藏心想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于是借机嘲讽四天王 你们这种凡夫俗子 当然理解不了其中奥妙 如果非要坚持眼见为实的话 就拿刀来和我一事吧 大殿に遭って何とする 兵法修行中の弱配者 しかし赤秀裁は一切人と会わず 事業はせぬ遂げたもあった それゆえ拙者は 仙を申し込 行くのせぃ 逃がさん 待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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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藏双刀流还没完全觉醒 只能战壁蜂芒 逃跑时听到笛子声 清晨到达石周斋引居地与阿通相对 阿通毫无保留坦怒心生 煽动一别 坚信我们并能相见 期间无时无刻都在思念五脏 其实从被绑架那天起 就喜欢上眼前这个男人 石周斋已是隐居之身 不再和他人切磋 鉴于能理解那切口的奥妙 可以魄力回答一个问题 五脏直言 如何才能战胜吉刚青石郎 石周斋让他砍一下那朵菊花 从切口来看 眼力不错 但耳朵欠佳 五脏现在有点疑惑 不太明白其中含义 阿通也要跟着离开脏秒剧 现在每日修行 真没时间儿女情长 阿通在柳生家 多年对武术修行也有了解 所以带自己走 肯定对修行也有帮助 不是吗 老八越来越嚣张 喝酒吃饭赶不给钱 拿着小次郎名号招摇撞骗 本尊出现也毫不在乎 因为他有免许接传证明 小次郎不仅没生气 还帮他付了酒钱 常来的客人很不高兴 小哥你可不能惯着他 这人会蹬鼻子上脸 气得老八就要拔刀砍人 被小次郎一把推回刀鞘 出来后问他 带着那张证明的男人怎么了 老八这才意识到 此人才是本尊 如实回答 被误认为戏作遭斩杀 小次郎吐槽 本该从师兄天鬼手中 接过中条留证明 没想到竟从同名人手中拿到 所以我俩还真挺有缘的说 今后请多多关照 老八这小子特别坏想借刀杀人 实际上 小次郎根本不在乎揭穿证明 看着柳树更名为 严流左左目小次郎 很快到了与吉刚决斗日 回想起这一个月以来的经历 感觉自己还差很远 吉刚一如既往花天酒地 朱石小时候曾和五藏有过一面之缘 那个带铃铛的小香包 貌似对自己非常重要 阿通偷跑出来 竟然遇到八妈 八妈假装肚子疼 把他骗到野外 一刀下去滚落山中性命堪忧 五藏来到一棵大树下 妙秀妮看他杀气腾腾下的 去求助光月 不知为何 光月带他去了趟花街 随后赶往决斗地点 吉刚出战前 弟子们也想一雪前耻 不会打扰决斗 只想亲眼目睹那男人被打倒 既然如此 那就让弟弟一个人见证吧 目はいいが耳が悪い どうした 怖かったか 音を聞け 聞こえるはずのない その音を聞け 宮本武蔵は33言堂で吉岡清十郎との戦いを迎えて 吉岡清十郎 宮本武蔵 行くぞ 早よう来い 二刀流 隙を見せたら負ける 隙を見極めれば勝てる 聞こえるはずのない その音を聞け 竹蔵 私も連れてって 泽安救下阿通留在妙秀妮家养伤 回到花街吉也正为大家表演情意 結束后 禁止武藏受伤 非要留他在这里过夜 与此同时 吉刚和弟弟死訊传至道场 藤次当即下令封锁街道 为老大报仇 另一位叫植田的男人痛哭流涕 吉也虽然不懂兵法 但能看出武藏举止和眼神不像将死之人 随后将琵琶比作人 仅有四根弦 一个木板琴身 就能奏如此多音调 很不可思议吧 想知道答案劈开琴身木板 就能知道为什么不可思议了 然而劈开后空无一物 那样丰富多彩的声音 到底是从何而来呢 正是来自穿过琴身中央的一根横幕 所以横幕就是琵琶骨架 也就是心脏 反之没有这个木头 啥也不是 就是说琵琶和人都有相似之处 武藏想起日官说的话 你真的很强 但必须要变弱 转天大摇大摆走出花街 遭吉刚全体同仁为官 想打完全没问题 只要双脚和双刀在 愿意奉陪到底 大吵大闹 让小次郎很不爽 等会儿官府来了 会被当成闹事人员抓走 那样的话 各位名誉将会受损 再说了 一帮人围攻一人 实在不讲武德 这要传出去 你们吉刚一门肯定沦为笑柄 用剑解决问题 就该遵守用剑规矩 提议双方明早再战不迟 既然有小次郎担保 那就没啥可说的 吉刚一方会派亲十郎叔叔 人生元独生子元次郎出战 本阿弥加为很多大名鉴定 和研磨刀具至今 光月亲自为武藏磨刀 还是第一次 完事后感叹 不愧是从士挺时代 传下来的名刀很强大 阿通刚苏醒就吵着要见武藏 听说要和人决斗 拖着伤病身体 赶往决斗地点 黎明时分 吉刚家设好陷阱埋伏 据小次郎观察吉刚一方 共有76人 虽说都是些虾兵蟹将 但人数众多 简直就是一场大战 武藏不管怎样 都要战斗到底 然后成为无人可匹敌的天下第一 小次郎直言 万一你能活着回来 请跟自己一战 至今为止 小次郎百战百胜 处无敌状态 然后碰到昏岛中的阿通 如果武藏阵亡 自己也不想夺活世上 武藏明确告诉他 我喜欢你 但现在的自己 只是个孤苦伶仃 一文不值的浪人 根本不能养活你 等我功成名就 定当皆为连理 阿通无法接受 万一你死了怎么办 需要能一起逃跑 可是跑得再远也没用 吉刚一门会追杀至天涯海角 只能孤住一战 武藏保证一定会赢 赢给下一个女人看 我会赢 我会赢 我会赢得赢得 武藏様 武藏様 二人 必须要赢得 现在要赢得 我会赢得 要不得 巡散 死ぬ吠けにはいかん 小手並拝見と行こうか 一場 大陸 小手 一場 吉岡も早く 我怕我怕 召喚的火 絶対封鎖 你怎麼回事? 這就是完蛋了 現在才能夠打到封鎖 勝利 五藏一人团灭吉纲76人 算上亲十郎和他弟弟共计78人 按照约定应该要娶阿通小姐 五藏一战成名让老八超级不爽 坊间传门厉害到无法无天 一个叫奈良的当铺老板给他介绍一个差事 成功的话能赚一千两 五藏醒来已是几天后自己都没想到真能赢 原来是小次郎把他带到不动似休养 顺便让老和尚传话 再会时请不必守约 严厉四法师宣告 不允许违法乱斗之徒藏匿于此 因为杀了亲十郎和他弟弟就应该点到为止 之后又将吉纲家七十余人灭门违背道义 五藏解释道 不杀他们指的就是自己 法师认为当时你明明可以逃跑 没跑肯定是为了功名吧 这里不让乱斗之徒住 明天赶紧下山 深夜爸妈趁着夜色搞偷袭闪了老妖 第二天趁机开溜也是没谁了 阿通收到五藏书信在赖田相见 吃饭时又与老八赶往京城 自官员之战两人首次相见 让老八赶紧追他娘 然而老八好像另有目的 听说要和阿通相见 气氛一度十分尴尬 两人聊了没一会儿分道扬镳 原来这小子舔着脸去找阿通和好 阿通直言不会 唯有五藏才是自己想要共度余生的男人 然后就被掳走 五藏迟迟等不到人 该不会出啥事了吧 正在琢磨之际 一达正宗家臣老师请他回府一叙 好吃好喝管够 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 原来是想让五藏跟自己去趟仙台 通过推荐一定会名利双收 五藏一听正合我意 真不枉修行剑术至今 两人都很高兴一派即合 不过听说官员之战 五藏隶属西军成为重大瑕疵 家康大人要求各地大名递交制约书 其中明文规定不可重用谋反之人 就是说只要还是德川的天下 就永远得不到大名任用 换句话说五藏只是个杀人犯 就这样此事突然告吹 阿通趁机逃跑 找不到人又回到了石周斋身边 只要有人拜访就问五藏下落 而舍弃见的五藏在法典园生活 还收养个孤儿 折断树枝在荒地上造水池 成为村民嘲笑对象 孩子一直有个疑惑 老师和死去的父亲一样 都是五师为什么没刀呢 不会不知何时又去别的地方吧 五藏没有回答自顾自刻着佛像 奈良让老八假扮工匠潜入江户 自己用短枪干掉新将军秀忠 老八很爽快地答应下来 但在那之前需要一点军费不过分吧 现在的日本中心 已到了幕府所在的江湖地区 爸妈疯疯癫癫也来到此地 每天抱怨全是五藏的错 泽安路过正好相遇 请他饱餐一顿 再带回自己住处休养 小次郎成为阎间家臣 在主攻西川面前小事伸手 西川超级满意 终有一天会招募他做剑术老师 另外有传言五藏以弃剑 小次郎最近很不开心 去杀比自己弱的人是一种痛苦 如果能和强者交手 也许能找回儿时练剑的快乐吧 几日后找到五藏住处 按照约定希望能和自己一战 然而五藏已经弃剑 整日都在克服向赎罪 不巧山贼进村抢劫 孩子跪求老师救救大家 小次郎一看无动于衷 只好亲自动手 为了不打扰村民 将山贼引到开阔处 山贼劫持一位小朋友当人质 要挟小次郎扔掉武器 宮本武蔵が帰ってきたな 村民改变以往态度 主动帮忙造水池 佛像雕刻完成 就意味着要离开这里 老八收钱办事 引起骚动 借机找短枪 然而早已被责案料到 刺杀将军可是滔天大罪 我来帮你做个了断 五藏决斗前拜访了日关 日关表示调整得不错 确实变弱了 五藏追问 听说您师父应荣晚年在放生于武道杀生间徘徊 请问该如何克服这个矛盾点呢 日关表示 恩师尚未克服 我这个徒弟怎又能克服得了呢 若有矛盾 就认其存在心间 黑白之间的灰色还是重中之重 真正的强大就是由此而来 问旁人永远得不到答案 五藏还是理解不了 把日关都逗笑了 老八蓄意爱杀将军死最难逃 爸妈实在没想到 儿子竟然真活着 临死前嘴里说着 若有来世 必定再来孝顺你 五藏砌刀被冲回沙滩时乃天意 回到宫本村 看着那棵大树响起阿通 老八一家成为僧人一心向善 最后不忘找泽安叙旧 泽安能看出 多了人情味比以前更弱 所以 这次与小次郎争夺天下第一 还是为了功名吗 当然不是了 五藏在官员参加西军作战时 运势已尽只能成为浪人 舍弃功名和世人评价 向前看到极限 这里所说的极限应该是死亡 对于阿通而言 五藏是真心喜欢 但自己未见而生 并不能在一起 阿通藏在树丛也终于释怀 再阻碍向前的男人 不就成笨女人了吗 接下来就是与小次郎的最终战 小青提醒 高手过招一击毕命 小三郎争夺天下無双 武蔡は戦い続ける 你每日自分的怠惯心和战 我必须要求 我必须要求 你待着了 武蔡 遅くなった 以后就要是否 我必须要求 我必须要求 你不信 我必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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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信 你不信 我必须要求 我必须要求 你不信 我必须要求 嗯 何か見えたか武蔵まだ分からん ああ